哈囉 大家好 請聽到我們今天就來一下呢 Battle Cat Quest好不好 貓咪滾滾滾啦好不好 那最近玩基本上的話呢 有一段時間沒更新的原因是因為前段時間啊 我的這個遊戲啊 被卡住了就是 他沒有START的畫面喔 那後來的話我想說應該有可能要重來了 不過我就放個幾天之後呢 喔這邊官方是做了更新之後那個 又可以繼續玩啦喔 所以就可以繼續再從我們的Stat 41繼續挑戰啦 那今天的話繼續我們的滾滾滾之路喔 來囉 Let's go 喔 來來來來 我跟你講喔 我視野到 我視野要到50層喔 大家說50層有非常非常恐怖的東西喔 我們到時候就來看一下喔 這官是豬豬官 欸 豬豬再見 下去 下去 沒問題 喔 一堆渡滾 來了來了 下去下去 下去下去 下去 沒問題 大家說50關好像有非常非常恐怖的東西喔 而且50關才是我們真正可以拿金券的關卡喔 所以大家如果玩這個遊戲職位拿金券的話 記得一定要打到50關喔 嚇死我以為我飛出去了 好恐怖喔 這個樹的畫面真的蠻擋的欸 你們可以下去了嗎 下去下去 下去 喔這個很彈欸 要求 一定難 等下出現到我視角好了 好 滾 滾 滾 哎喲 很難欸 下去 nice 然後這大象跟變色龍 還有豬豬 變色龍下去了 紅派下去了 豬豬自己滾下去了 豬豬拜拜 還有一隻 還有一隻 哇塔妹拜拜 水啦 nice 來來來來來來 那這邊的話呢 42 這有點小喔 大象 大象區 好 這個是假跳的吧 假跳也下去了 再來是什麽 哦 再來是大象 好 沒問題 看今天應該可以順利到達第50層囉 應該喔 應該 好 再來是冰區 冰區的 哦 那個 這個有點麻煩喔 因為他好像 爆開了 他好像把你彈杯喔 這個兔兔是 假跳兔 假跳兔 沒關係 拜拜 假跳兔也很麻煩喔 哎唷是這個 我突然覺得我還蠻喜歡他們的 因為 因為他們爆炸很簡單啊 哈哈哈哈 但不知道他們爆炸跟推下去 哪一個會比較有錢 感覺推下去的話應該會比較有錢吧 照理來說應該是這樣子啦 因為爆炸就太簡單了 哇 小羽跟團團 還有一隻豬 滾 沒問題 團團拜拜 拜拜 再見的團 嘿嘿 沒問題吶 讚讚 來啊來啊 繼續繼續 還有五關啊 哦這個 這個只要把大隻的撞下去就ok了 啊結果大隻 大隻還在小隻的全部下去了 哈哈哈 豬豬 目前看起來好像就是 加速仔然後變色龍然後兔兔 然後假跳兔 然後那個 一堆那個就是 那個大隻兔 然後大象 豬豬 然後還有那個 河豚這樣子 目前好像就沒有在看到其他一些比較特別的生物哦 看一下 這邊空你加20 好沒問題繼續吼 看一下 五十關究竟有什麼東西 我還蠻期待的 大家說五十關很難 哦看一下究竟有多難 哈哈哈 小隻是一把他那個兔媽媽 撞下去啦 沒問題 四六關輕輕鬆鬆 這個真的很殺時間又很療癒這個遊戲 知不知道之後會有什麼就是各關大boss那種感覺 如果有的話應該真的也是蠻開的 我這龜殼也是 哎這些小的真的是很麻煩耶 雖然可能他們沒辦法一次把我們撞飛 但是一直卡我們也是很難很難受 下去下去 下去 好 大隻兔 哈哈哈哈哈 但這個好可愛哦這個好可愛 這是好可愛 哎這龜殼好像有點強哎 不是我在講這龜殼好像有點強 龜殼先下去吧 我覺得剛剛一半都是龜殼在搞 下去 下去 沒問題 登登登登 來了來了 第48關 我猜有就自己 自己滑下去哎 我覺得這遊戲的重點就是一開始先不要那麼急 就是不要看到有一隻就在那邊衝 因為他有可能會補上其他隻 所以在中間先先做好 所以做好萬全準備這樣子 應該會比較好 爆開 綿羊最爽哎 綿羊都沒什麼太大的殺傷力 我覺得這個小球是真的頂麻煩的哦 來 出鍋 嘿沒問題 嘿 讚讚 來啦 第49關啦哦有哎 你看第50關是那個城堡裡面哎有沒有看到 城堡裡面哦 小蜜蜂 一堆小魚啊 哎大隻兔拜拜嘿嘿下去了 來了各位 第50關登場 我們看一下究竟會發生什麼事情哦 來Boss關是嗎 50關 Loss Lane arrived at your place of the today just as for the rest of the final test 23 哇 跟這個國王打是不是 the final test is to defeat me your humbleable king cat 貓咪國王哎呦 哦而且這關比較麻煩是因為那個 他有那個他有城門守著你知道嗎 所以很難很難很難撞 貓咪國王登場了各位 哦貓咪光哇 他用回來他又回來了哇要求 而且那邊還有椅子擋住他 出去出去哇哎 這麻煩死了哎 哈哈哈 這也是蠻難死的啦 因為因為因為這個有有城牆保護嘛對不對 那我想要先把一些哎哎哇靠哎 變色龍跟我一起死啊 白痴哦 被那個變色龍害死了啊哎呀 這樣啊完蛋了 那個變色龍在旁邊那邊那個隱身害我以為旁邊沒人 直接被他撞下去哎真的蠻難的哦真的蠻難的哦 完了我們用了我們的復活機會了 打不贏我們是不是就呵呵了 ok 不是哎而且真的是他很大隻啊哎哎 不要太過分哦 你可不可以先出去一隻有哎沒有哎 我以為我以為可以先把一隻撞掉 哇哇哇 先把一些小的撞掉好了啦 好煩哦 出去 有變獸人出去了 出去 剩下幾隻了可是龜殼也是頂麻煩的 哦哦哦哦 國王很 很猛哎國王 哇 好難撞啊 哈哈 太難撞了吧 國王 出去 又反而學熊貓團最沒 我覺得這個龜殼很麻煩哎 龜殼超超機車的 不知道應幾點出去出去 哎 哈哈 龜殼這樣都還不出去 太扯了吧 出去 nice 勝國王了 哎等一下 國王好像有點硬哎 出去出去出去 哎 屁勒好難撞 國王給我出去 出去 啊出去 哎 墻壁太麻煩了啦 難怪大家都說很難 因為這個 真的很難撞 出去 啊 有夠難撞的啦 白癡出去 啊 有夠難撞的啦 白癡 這到底在幹嘛啊 調一下角度 啊 團團滾然後要關 團團很麻煩我先把團團撞死 團團滾 團團先給我出去 怎樣啊出去了 我看他這個國王要幹嘛喔 不是吧 這阻力也太強了吧 哎 啊 出去啊國王 這牆壁真的是很機車哎 可是我跟你講如果沒這牆壁我們早就輸掉了 快趕我們這角度要取好 去啊 去啊 那麼難撞啊 我們可能要借力死利了他們要撞過來的時候有沒有 反邊 回側然後把他頂出去這樣 出去哦 my god 終於 哇 哦 the cat king has been defend you are not now the new cat king however the battle continues on 我們變成新的那個貓咪國王了 啊 沒問題 哎有夠難的啦白癡哦真的是很難哎 但是這樣的話就可以拿到金券了好不好 這樣你就可以拿到金券了 但是關卡的話可以繼續再打下去這樣子哦 那哎呦呦呦有新的東西出現哎 變螃蟹了有沒有看到 然後我們變貓咪國王了好不好 所以他其實還是有一些新的東西在後面哦 所以我覺得 搞不好應該還會有一些就是後面的那個王關卡 應該是每50關一個大關吧 但那個真的是有夠難打的哎 大家剛剛應該都已經看到了 是真的有夠難打了 因為他那個 那個那個什麼城堡會擋 然後那個國王又超大隻 那就超麻煩好不好 那沒關係 我們獲勝啦 水啦 那大家有沒有順利抵達我們第50層了 你們覺得這個貓咪國王有沒有很難打 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們一些看法好不好 那我們旅程還沒結束 接下來還是會繼續努力的往前進哦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是視頻來見囉 大家拜拜啦